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速递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要文有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上任后的第六份国情咨文 重点放在了经济议题 他表示国家的就业以及经济数据达到了1999年以来的最好 认为美国已经走出了危机的阴霾变得更加的强大 是时候规划未来蓝图 他要求向富裕人士征收更高的税款 而为中产家庭提供更多的税务优惠措施 并且提高最低工资 奥巴马在国情咨文的外交部分提到国会今年内应要开展的所有工作 放宽对古巴的制裁 又表示面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威胁 国会会需要团结 授权以武力进行应对 而经济方面 奥巴马就表示希望签署新的贸易协议 让美国订立新的劳工及环境标准 而非由中国订立 医疗方面 奥巴马要求增加研究费用来设定目标 透过改善基因技术 对抗癌症 糖尿病以及其他的疾病 巴黎杂货店的恐袭案 英勇拯救人质的马里义店员巴蒂利正式入籍 成为了法国公民 巴蒂利周二在巴黎 由总理瓦尔斯手中接过了法国护照 正式的成为公民 又获得总统奥朗德写性表扬 称其的英勇行为可赞 内部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赞扬巴蒂利 拯救人质脱险是令人敬佩的英雄 巴蒂利表示很高兴终于成为了法国公民 希望可以协助其他人更好的融入社会 24岁的巴蒂利在2006年移居法国 去年曾经提入入籍申请 但被当局拒绝 欲出发生犹太人杂货店恐袭案 在杂货店工作的巴蒂利 带领部分的顾客躲藏在冷藏室 又暗中向警方提供情报 协助部署救人行动 英勇行为备受赞赏 而他最终也得偿所愿的政策入籍 上海外滩除夕人采人事件 造成了36人死亡 新华社就报道 调查报告建议处分黄浦区的 11名党政干部 包括撤销区委书记周伟的党内职务 对政府区长彭松以及周正 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策职 区委常委书记吴成 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级的处分 而新华社从权威部门就获悉到 外滩人采人事件是一桩 对群众性活动 预防准备不足 现场管理不利 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 公共安全责任事件 认定黄浦区政府以及公安局分局 对事件负有主要的管理责任 而上海市公安局也负有 指导监督的管理责任 再来看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 劳工局福利局局长张建宗 响应亚氏欠薪时就表示 劳工处已经完成了11月欠薪的调查 也有员工进行作证 已经将有关的报告提交给了律政司 不排除会再度进行检控 至于12月的欠薪情况 调查业将近完成 一带资料整理完毕之后 就会征询律政司的意见 而再做下一步的行动 张建宗就表示 有数十位的亚氏员工 就欠薪一个月等于变相解雇一事 曾经接触了劳工处 当局已经将个案转借劳资裁决处 2月初会进行再一次的聆讯 他敦促亚氏的管理层 尽快的处理好财政问题 强调不会纵容欠薪的情况 内地活鸡暂停疏港21日的期限 今日就届满 和家禽的批发商商会会长徐民团就表示 相信内地活鸡明日仍然未能疏港 徐民团表示 至今仍然未收到任何的通知 家禽业界包括批发级零售的代表 计划明日与食物级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进行会面 预料到时的情况会比较明朗 另外内地的活鸡停止输港的期限届满之后 长沙湾临时加勤批发市场将会重新开启 到时达古林本地活鸡检查站就将会关闭 本地的活鸡将会恢复运往长沙湾的批发市场进行处理 看完了以上的要文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现在的情况 港股高开0.35%之后 在蓝筹股的带动下一路上涨 截至五间收盘 恒生指数涨1.3% 涨310.55点 爆24261.71点 国企指数涨1.66% 涨194.99点 爆11936.77点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是涨多跌少 首先来看一下涨幅榜方面 招商局国际涨4.99% 为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金沙中国涨3.81% 腾讯控股涨3.3% 中国移动涨2.39%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方面 泰国A跌1.35% 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合计黄浦跌0.87% 港铁公司跌0.6% 电能实业跌0.58%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就表示 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中国经济发展整体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 也不会松 并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结构性的改革之上 李克强在瑞士的达沃斯会见了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施瓦布 李克强就指出 中国经济正在向着形态更高 丰工更加复杂 结构更加合理的阶段进行演进 他又表示 中国经济体制增效以及升级 不仅为自身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基础 也是对维护世界经济 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就表示 去年中国的出口增长为8.7% 其实是超过预期 甚至可以说是过年的三年之类最好 他指出 去年全球贸易预计只增长不到2% 而中国的出口增长达到了8.7% 明显高于全球的平均增速 也是全球主要贸易大国中增长最高的国家 预计中国全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0.5%左右 是2008年后的最高水平 他又提到 估计去年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最少达到12.2% 按年提高0.5个百分点 是最近数年占全球份额提升最快的一年 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去年证券公司的经营数据 显示120家证券公司全年净利润达到了965.5亿元人民币 按年大幅增长了1.2倍 其中119家券商录得盈利 营业收入超过了2600亿元 按年增长了超过63% 数据也显示 去年以融资融券为主的利息收入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 由前一年接近12%提升至17% 达到了446.2亿元 按年增长1.4倍 除两融业务之外 各项业务收入均录得了增长 自营业务净收入按年增长1.3倍 证券承销以及保健业务收入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分别增长约为88%以及77% 中国证监会上周五公布了整顿融资融券业务的结果 并暂停中信证券、海通证券以及国泰均安三大龙头的证券商 新开信用账户达到三个月 市场就关注监管政策会会对两融业务的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目前表示 争取立法会通过豁免对私募基金征收利得税 与离岸基金相关的免税措施进行看齐 他在一个论坛致辞时就表示 今年本港私募资金业务发展迅速 至2013年的年底 本港管理的私募基金的资产规模达到了990亿美元 按年上升60% 截至去年9月 相关规模在亚洲区就排名第二 占区内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的21% 而本港及内地私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合共占区内的超过60% 本港会继续把握私募资金的增长机会 曾俊华同时提到 香港与内地基金的互认正在等待中央的通过 近期豁免交易所买卖基金征收印花税 相信会有助于吸引基金业在香港进行投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的要闻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天气气温大约维持在20度左右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